好,那我們之所以講JavaScript 然後講諾典這些字 是因為這是一個比較新 但是它其實又算很舊 為什麼呢? 新的意思是它的平台很新 舊的是它的語言其實蠻舊的 它的語言是JavaScript1995年出現 那也不算太舊了 JavaScript1995年出現 但是新的部分是它的平台 是一直到2009年才出現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現在在層次設計圈裡面 大家對它來講都還覺得它是一個 補算就是不是很熟悉的東西 因為它是一直到2009年才出現 那出現之後也要等一段時間 才會漸漸成熟 那最近我們看到它逐漸成熟 而且它的文件真的做得很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用Note.js來寫 為何的程式 那這裡我們會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一個類似Hello的程式 那第二個是我們做一個HDML server 就是你給我網址 我傳了HDML給你 就這樣 那有了HDML server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簡易的Web server 簡易的Web server 不只是HDML的功能 你給我任何一個檔案的網址 我就可以把那個檔案 整個傳回給你 包包包含影像 包含其它的各式各樣的檔案 所以我們今天會看到的是這些版本 那NordiaJS如果你在看它的程式的時候 請各位注意就是 前面的JavaSuite如果不熟 你會覺得它寫起來很詭異 那這些詭異的點其實是JavaSuite的特色 所以待會我們會稍微強調一下這些 讓各位可能會覺得很詭異的地方 這些詭異的點其實都是從JavaSuite 我們之前講的一些衍生出來 所以呢首先我們就來看第一個程式 這個第一個程式就會覺得有點詭異 看一下Required HTTP 然後傳給HTTP這個固件 請注意Required我們上禮拜應該有講過 就是用圓形的那個circle的例子 它會這樣嗎 那當你把一個東西寫成模組之後 你用Required就可以把它盤在進去 那用Required引入之後呢 因為它用Module.export 這個東西當作傳回的物件 所以其實這個Required裡面 它最後有一個Module.export 把整個HTTP物件傳回來 所以當你在這邊寫VARHTTP 等個RequiredHTTP的時候 其實你是把那個Module.export的物件 傳過來之後 就指定給HTTP這個變數 所以這個變數名稱 你可以隨意使用 你加H也可以 你加AVC也可以 但是你後面使用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用你前面所得到的這個變數名稱 那所以當我引用了HTTP這個系統的 Web模組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用HTTP來建立一個收容 建立收容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寫法 這個寫法可能 各位如果用C 或是C-sharp 或Java的角度去看 都會覺得很怪 Function req.res req.res request request就是請求 response就是回應 那Web一直是一個請求回應 叫做我們在前面 用C-sharp自己寫Web Server的時候 各位仔細看那個程式就會了解 請求回應 請求回應 這是Web的一個最基本模型 那這個模型非常非常簡單 導致Web其實在寫 寫像Sever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很簡單 所以這裡 函數 一個函數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請求 一個是回應 這兩個參數 可以 這個就是那個函數的內容 一直到這邊打包好結束 所以我們其實是建立了一個匿名函數 把一個匿名函數傳進去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做什麼事呢 它會 呼叫response it write a 呼叫回應 然後寫出錶頭 寫出錶頭 那個回應的數值是200 那內容呢 是case 就是 純文字檔 當你回應的是一個純文字檔的時候 瀏覽器會以純文字的方式去解讀它 那這時候呢 它就不會把它當成HTML 如果把它當成HTML 該換桶的地方 它不會換桶 因為你要用BR才會換桶 那所以如果我們 如果它把它當成純文字檔 那你輸出什麼 它螢幕上就寫是什麼 你輸出斜線純它就換桶 所以這裡 它用 用case 是這個用意 然後接下來 resend responseend 就是 我結束的時候 那 順便 傳送一個資酸訊息 那這資酸訊息 就是HTML 那這樣其實你可以在這個資酸裡面 改成任何的資酸 你會看到它的回應就是你 所輸出的這個資酸訊息 那這裡有一個回應的地方是 你看喔 這裡 這裡我們傳進的是這個命名函數 其實這個就是create server 一個算數 那個算數是一個函數 那 當我建立完這個server的時候 其實它會傳回一個物件 這個就是server那個物件 這個就是server那個物件 那我呼叫server這個物件 去listen 請聽80這個port 那待會各位如果使用80OK 那沒關係 如果不OK的話 請你把這個80改成一個 比較少用的數值 因為80是綠色的HTTP Web Server的port 所以如果你裡面有冠APACH APA IS 都答贊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看到這裡 80有充到 那就請你改成 80818089之類的 當然別的數字也可以 好 那這裡127.0.0.1 就是指說 我現在這一台電腦 我去開啟現在這台電腦的本機 然後請聽80這個port 然後最後呢 我們輸出一個 server running at 127.0.180 這個是本機的80port 就是這個所啟動的結果 那你執行的話呢 你會看到說 OK 我如果執行Node 這一個叫Web Hello 這一個叫Web Hello 這一個叫Web Hello 欸 不 不對 我兩個 兩個不一致 所以你要一致一下 要嘛就 就多叫HelloWeb 要嘛就多叫Web Hello 那如果HelloWeb的話 這邊就要打HelloWeb 好 那這樣子你執行完之後呢 你打127.0.0.1 你會看到 它輸出的那個HelloChange 那任何的程式 我們幾乎都會 從HelloWeb來使用 那這個也是一個Web HelloWeb 好 那接下來 我就先示範個視頻給各位看 那我點.js comment 先啟動 接下來呢 我們先 接到 接到 Js這邊 我乾脆建立一個Node 我建立一個Node的資料夾 然後呢 我把這一個程式選下來 然後呢 好 我們放到 肉的資料夾 那這邊 叫Web Hello 點.js 那 我們的固檔名 通常都是JavaSuite 就點.js 那在這裡 我們把它貼進去 好 OK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編譯 的 編譯了 但是如果 你有中文的話 就請注意 這邊 最好用UTF 那如果沒有中文的話 應該是無所謂 我最好習慣 才是用UTF 編忙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自行 這個程式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Web Hello 進 好 那你打Web Hello 或Web Hello 點.js 都可以 那這時候 它已經在80 這一個 code上面 好 我們 其實用 如果是80的話 其實是不用打 是不用打 好 那 你會看到 OK 它有Hello 點.js 那如果 如果有同學習慣寫ASB這種程式 或PHE這種程式 你會把他寫在80 你會發現 Note.js 比較不一樣 是 它 你如果有改了程式 你這個東西 就要先停止 OK 停止 這裡就 會沒有反應 那 停止完之後呢 你要把程式碼 改掉 就是說我今天 改成 Hello.js 好 試試看中國 好 那我們再執行一次 好 那 就 這邊 再重新集中 欸 你會發現 中國變亂碼 為什麼變亂碼呢 其實 這邊 從文字網頁 它預設 這邊 google的預設 編碼方式 編碼方式在哪 編碼方式 這裡 在這裡 那 它現在就預設用big file 它有沒有記得我們之前 在那個寫的時候 我們存檔是用UTF-8 所以它就 不管解釋 錯誤 那 所以 如果你改成UTF-8 就很正確吧 那 因為你是用存文字的模式 所以沒辦法處理那個 變亂碼方 的 那個表頭給它 所以它容易解釋錯誤 那如果你這邊改成 Test HTN OK 這時候你就可以傳遍麻法給它 這樣 比較 不容易做 OK 那這裡 就要 就要加標頭 好 那這樣還是不夠 因為表頭寫裡面呢 我們要加一個 編碼 但是這個編碼 怎麼寫 我也忘記 我來看一下 好 其實我們之前的 網頁 這邊 再講HTNL的部分 應該這邊都寫 Meta CHAR SET 等於UTF-8 應該是這樣 好 所以 好 我們這樣寫下去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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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 啟動 OK 這裡 有個問題 啊 喔 因為 字串的那個 編碼的這個 充碼 你看 這裡是 單切線 就是 單引號 這邊又是單引號 所以它認為結束 所以這裡 還好 JavaSquade的單引號 和雙引號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那邊想要輸出單引號 那你外面就用雙引號 這樣子 就不會去抽到 好 那再一次 那你就會看到 OK 現在是HTML 所以它沒有換好 為什麼沒換好 因為在HTML裡面 寫線 雖然在文字檔上有換 但是在顯示上面是不會換好 所以這時候你要改成BR 改成BR 好 那這是一個辦法 還有別的辦法 好 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再 斷掉 再裝進 啟動一次 你會看到它有換好 那用換好不只有這種方法 你可以 不要用BR 改在這前面用PRE PRE就是說 叫它不要 用HTML的格式 要去解讀 改用 純文字的方式 去解讀它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用BR的結果呢 也會跟剛剛差不多 那如果 所以如果你裡面有一段 類似程式碼的東西 那你直接貼上去 那你可以用BR 讓它不會 不會程式碼 被當成HTML 解讀電 這樣就會很難看 可以 你可以使用這樣的方式 OK 可以變成 純粹的文字 但是它還是 能夠解讀變碼 因為你有加這個 Main character set UTF-8 OK 所以這裡 編碼是很重要的 在這裡 編一層UTF-8 可以 會讓你 在 在 有一些情況下 掃走一些願望路 那 就現在就請各位去試試看 試試看 我們把這一個網址 可以貼到 這邊是5月20 5月20年 中皇秀職日 所以常常5月20 都會發生奇怪的事情